儿子 娘娘 你先别睡啊 这个呀 是奴婢精心为您挑选的衣服 今天晚上 这小丫头骗子又想勾引我 看来今天晚上我得给她个机会 你让我换 那我就换啊 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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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娘娘 您在这儿耐心等着 人呀 一会儿就到 人 什么人啊 娘娘 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绿林 绿林 小丫头骗子 小丫头骗子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成何体统 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 难道绿林没有告诉你吗 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 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 这个死丫头骗子 害死我了 没错 她是和我说过 只不过 怎么 你竟如此兴起 看来 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 把女得业忘了一根二净了吧 你以为我愿意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要不是我想跟绿林 算了 算了 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总之一句话 我 对你 没兴趣 不可理愈 不可理愈 素素把这衬衣服给换了 太好了 是 年底就是归宁之日 你要在归宁之前 赎备此数 我认识她们 我认识她们 她们也不认识我呀 你母是一族范师 可是书香门帝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不记得了 你到底读没读过书 罢了罢了 我念你听着 记下便是 可还记得 此人是谁 这位大妈 看上去已经到了更年期 但是眉眼间似乎看出 是个半老徐娘 风韵犹存嘛 你胡怨乱饮什么 这是昨天问过 你的母亲大人范师 对不起 我太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有脸忙着 陈老师 齐老师 在你正式给我上课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说 是不是今晚不能让人睡觉了 你以为呢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 父 父亲 这是你表哥 表 表 表哥 表哥 这简直就是老腊肉嘛 老腊肉 你又忽言乱一些什么 他 请 不要 ים 人amiento 现在人知道 我 发生了 植物 荫名 关键是我那个小宝贝我都没怎么记下来 万一露了像我死得惨惨的 知道就好 一会儿看我颜色形势 好好好 恭迎太子殿下 恭迎娘娘 她怎么也在这儿 姜氏那小蹄子虽然是个王妃 但是在咱们家里依旧是个破落亲戚 您是咱们家的笛生大娘娘 身份岂是她表了几表的表人可比的 夫人好 母 母亲 娘娘 敬呼说话 好 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也回了张府 虽然短短数日不能与殿下相见 可是对臣妾来说 就是恍若隔世了 我来见你 也是为了告诉你 在张府这两日 傍晚要几世 除非有要紧之事 不然就别再与我相见了 太子 这一整日 您都对姐姐百般照顾 你们二人几乎形影不离 太子殿下 您是否真的被她迷了心窍 我不信 也不喜欢鬼神之说 许是我多心了 但是殿下对姐姐那般照顾 实在令臣妾难以释怀 你我自相识那日起 你便该知道 张蓬蓬永远是我们 无法逾越的期盼 臣妾知道 太子殿下 我只想问你 还记得您对臣妾许下的诺言吗 记得 还请太子殿下 尽快兑现承诺 此事是最记不得的 越急越会滋乱阵脚 莹月 你万不可生焦躁之心 更不可行出阁之事 莹月知道